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就OK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认为的一个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的大朋友也好小朋友也好 带着很高的学费进去一个地方 可以跟老外不管是面对面的学习 还是网路上一对一的一个谈话的一个训练 带给大家无限的憧憬 就是这样子学我就英文会非常非常好了 但是事实上各位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 就是说当你进去这个环境之后呢 第一个因为你的本身的英文还不太好 因为你还在学习 所以呢你很多东西是听不太懂的 那么所以你上课的时候啊 你很多东西是听不懂的 甚至还要问一下隔壁的朋友 或者你还得请这个老外讲两次讲三次 你还不一定完全听得懂 那么如果只是上绘画课 大家东扯一点西扯一点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这个外国老师是教你文法架构 是教你阅读 是教你写作 那你就会发觉你听不太懂 你就很可能就是学不明白 那么这些现象都是个人看到的 实际接触到的 个人在美国学的就是英语教学的专业 所以当时学校里有所谓的语言训练班 学习这些英语教学的学生呢 就得去观摩这些课程 甚至在这些课程里面当助教 当老师 所以我们看到听到都非常清楚 学生其实很多时候是听不清楚的 尤其是程度比较弱的同学 那更是听不太明白 所以呢在互相回家之后 再互相打电话 问一下老师今天到底上些什么 所以迷迷糊糊的就是这样子 听不太懂 学不明白 那么我个人回来以后 我们还是陆续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 从国外是 不管是上的是短期的语言学习班 还是甚至是拿到学位了 回来之后 英文还是搞不太清楚 说不太好 看不太懂 很多还是问题 这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有的朋友到了国外去 你发觉你接触的不是当地的人 而是别的国家来的学生 甚至是自己国家的人 所以我们说到了美国加州去学习 你的广东话会学得比较英语还好 再来就是因为对于母语人士来讲 很多东西他们就是知道这个结果 可是我用会这样子用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呢他讲不清楚 而且你错了他基本上不太会纠正 因为他觉得你说得出来 他听得懂也就可以了 在他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个课给上完 所以你错了 他不一定会纠正你 所以好多朋友现在去上这些语言的课程呢 你就发觉你的瓶颈似乎不能突破 你到那边你期待去学习 可是你发觉这个外国老师 没有办法教给你东西 即使他教你也听不太明白 然后呢你错误了呢 他又不能够帮你去纠正 所以既没学到又没改善 所以心里呢一定会觉得很空虚 常常去上课会不会发现 多上一节课 你英文好不到哪去 今天不去上课 你的英文也不会差 其实上不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么如果你上的是纯粹的绘画课 那就更有意思了 其实上课就是东扯西扯 时间到了下课 那么这些外国朋友呢 并不是专业老师 他们就是来这边应征这个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陪你聊一聊 所以他既不能教你 也不能够纠正你 只是我们刚才说的 大家东扯西扯 时间到了下课 不是专业老师 他就是陪你聊一聊 所以呢 大家呢就会看到 费用真的比较高 效果不一定很明显 花钱也就罢了 有时候学半天还学不出来 当然我们绝不否认 还是有朋友很努力 很用功地学好了 可是这个时间看到的费用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最后我们就谈到 如果跟外国朋友来学习是有用的话 我们就应该看到这些现象 我二十几年前从美国念完书回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国内呢 到处就开始有所谓的双语教学的不习班 双语教学的学校的课堂 那么甚至呢 好多的安心班啊 幼儿园啊都请了老师 都是外国老师来教他们 那么小朋友 你想想看 那么小就开始学英语了 当年我们大的人没有环境 所以我们请外国老师 给他们缴了很高的学费 那么请这些外国老师来教 那么这些小孩子呢 从小就开始学英语 而且是跟外国老师之间来学习这个语言 照理说到了他们长大了 哇那他各个英文都非常好 那么就不会有现在每一个学校 都要学生不断地考试 不断地考试 因为他们英文不好 所以要考试 考完试以后英语又不会讲 然后出了社会之后呢 英语还得再去上课 再去找老外学习 好了 如果各位是社会人士 你就进了一个地方去 不管是线上的 还是直接的这个接触 或者你直接到国外去 好了 你现在不就接触面对面的一个外国老师了吗 那么如果有用的话 你现在学了一段期间 你的英文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自信 你越来越棒哦 但是各位 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 而且大家心里也更明白 你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观念 和外国朋友和外国老师 应该去练习你已经会的英文 你会了你去跟他练习一下 更加的熟练 更加的有自信 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还不好 你就想努力的去学习 学习你这些你还不会的英文 这时候你发觉 你上课文法听不懂 发音没有纠正 这个一字半解 那个糊里糊涂 你的英文就是 学了半天 可能成效 还是并不太好 这就让我想起自己 非常年轻的时候要出国了 有一位外国的顾问 就来谈一下 他说你们到美国去念书 最好写英文的环境 不是在美国 而是在你们这里 当你在这边把英文学好了 你到那边去就是运用英文 而千万不要期待到那边 才能够去学英文 那么这时候 我听到的时候一直半解 可是真正我到了美国去之后 你真的会发觉 在美国的语言班里面 你接触到的都是外国学生 或者是你自己人 你根本很少有环境 去学习你的英语 并不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自然就会学会英语的 绝对不是 你还是迷迷糊糊的上课 一死一死 下课走自己的路 回到家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你思考讲话都还是中文 请问你 你这样子 你真的能学好吗 所以应该是先找到方法 在还没有跟这些外国人接触之前 你先训练到一个程度 到那边去 只是在表演一下 练习一下 然后再回来 再学 学了再过去练 这是正确的 相反的 如果你在自个儿家里头不念 你到了那边 才去希望他教会你一些什么东西 那各位朋友 这会比较辛苦的 我们做一个总结 希望这个观念 提到大家的参考 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 你的做法 学法就会改变 你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对于少数 天资过人 就是有语言天分的朋友 这个绝对没问题 你到哪里学都可以 可是我相信 我们绝大多数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我们没有那个天分 我们得一步一步 有方法 有一个方向来学习 需要一些时间 让我们来成长 但是只要方法正确 我还是可以快速地 学好我的英文 而不是东撤西撤了 一二三十年 还是学不出个 所以然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 并没有任何推翻 和外国人学英语的 这个教学方法 这绝对也是正确的 只是外国人给我们的协助 应该是帮助我们练习一下 有这个机会 实地地操作一下 我们已经会的英文 而不是我们到了那边去 才开始去学习 我们都听不太懂的英语 这样子你会 事倍功半 那么我们说 在你出去之前 在你跟外国人接触之前 你可以先好好的在家里 把你的底子先建好 这个底子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快速 而且最主要是非常的实际 你学到一定程度 咱们到外国朋友那边去 考验一下 而这个基础的动作 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说明的 在学英语的时候 先练声音 把声音练熟 在自家一直练练 而不是到了外国老师那边去 东一句西一句 每一句都意思意思 每一句都不熟 每一句都不流利 而是在家里 先把一些基础的漂亮的句子 念它几百遍 几千遍 念到口舌清楚 这个先奠定的第一个基础 然后你要建立 英文的思考 英文的思考 就是英语的文法语法 听起来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一直教给大家 好简单的一二三加四 一下子你就了解 英语是怎么结合的方式 就好像玩积木一样 一二三加四 这样子你的思考 建立起来 大概知道英文是怎么回事 然后第三步 想你原来的中文 中文先不要放弃 放弃了中文 结果你的中文也没了 英文又不好 你就发现你自己是无依无靠 刚开始的时候 中文是一个学步车 可以帮助你在过度 学习走路的时候 让你能够快速的学会 等到你将来英文好了 你再把这个学步车拿掉 都没有关系 而不是一下就把学步车给丢掉 没有中文了 全部是英文思考 英文的运用 就发觉你根本是学不到也用不好 你的第一个基础是声音流利 第二个是思考建立了 所以一二三加四加进去 英文大概大概就说得出来了 不会的东西就降低水准 说一些简单的意思一样的 但是文法还是一样哦 所以对方都听得懂 最后再进入阅读 从阅读的句子当中上下文念出来 把那个字活生生的记在脑海之中 你记到的都是声音在脑海之中 有上下文的 所以你就可以定一步的 提高你的英文水准 我们教学了这么多年 实际的接触这么多的学生 看到的现象 以及得到的一些心得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希望这观念的改变 会替你省下很多的金钱 省下很多的时间 而绝对不是钱加上外国老师 你就OK了 因为你会带出很多的后遗症 这些后遗症 真的是让你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的清晨岁月 还不一定有用 详细完整的学习 就请各位进一步参考 我们的盘寿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